记者林良生台北报道,台湾省政府主席吴泽成金在立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指出,台湾省政府与部会或现世重复的业务,明年度将不再编列预算,另外规划在今年12月31日一波后,57名职员出9人忧退,其余人员随业务一波,人力将归零。 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在立法院总日询时表示,行政院在筹编明年台湾省政府预算时,希望省政府的预算是空的,至于福建省政府,台湾省资议会等预算也会少编,立院内政委员会金处理台湾省政府,省资议会,福建省政府预算解动案。 吴泽成在报告时指出,去年11月间台湾省政府人事事检讨,盘点省府39项业务,总计有据任务划12项,继续办理23项,一波中央或地方4项,并与省府主汇报决议,与部会或现世重复的业务。 民国108年不再编列预算,在省府人员部分,吴泽成表示,去年12月14日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言商,除资料管业务纳入中兴新村整体规划,其余多数区任务化或一波中央及地方,令人事,朱继,正丰业务派员兼办,数目性工作继续办理。 吴泽成指出,省府相关业务及原额一波后,大部分由国发会承接,其余由卫福部、财政部、教育部及内政部营建署等机关承接,将于今年12月底前完成。 据省府报告,省府现有职员39人,共有18人,在今年底一波后,省府辖下人员将归零。 福建省政府主席张景森则在报告中指出,福建省政府去任务化,为协助金马地区政务推动,于去年专行为行政院金马联合服务中心,提供资讯资讯,服务及接受陈情,建议事项。